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感伤 但这是不可逃脱的命运 就像是乐剧一样 如今的乐剧 风光早已不在 刘存的乐剧名领也很少出现 每消失一个 都是对那个时代的缅怀和遗憾 近日又一名乐剧名领被报道身体不适 让很多粉丝非常担心 他就是人白的得意弟子梅雪诗 梅雪诗原名冯立文 祖籍广东恩平 香港著名乐剧演员花名阿迪亚 小时候父母外出打工 他只好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当时的老年人自然喜欢看乐剧 于是梅雪诗也常常被带在身边一同观看 久而久之在这样的熏陶下 他也产生了学习乐剧的兴趣 面对孩子的这个想法 他的父母自然很高兴 因为当时的乐剧演员干得好 能拿不少钱 于是在脱了各种关系之后 他们成功地将梅雪诗送到了白雪仙的手下当学生 本来白雪仙打算走个过场 就让他走神 毕竟家族没有经验的孩子 应该天赋也好不到哪里去 谁知梅雪诗一开口 就吸引住了白雪仙 他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 声音嘹亮 悦耳动神 白雪仙立马决定将他留下 后来白雪仙觉得冯丽文这个名字 不太符合乐剧的诗艺美 于是便给他取了一名 梅雪诗 能够拜乐剧名领为诗 梅雪诗非常高兴 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所以他每天早早地就起床恋声 晚上也到很晚才休息 而他也是尽得白雪仙的真传 经过他的不懈努力 他终于成了师父最喜爱的弟子之一 并且凭借处女作《白舍新传》大火 此后他出演了很多乐剧名舞台 声名雀起 收获了很多粉丝的喜爱 在元旦生事的陈宝珠每年都会大宴亲朋 举行生日派对 2016年的生辰上 除了有儿子杨天晶 媳妇及好友梅雪诗 西仲文之外 他还宴请了过百位随他多年的忠实粉丝 一同庆祝寿臣之喜 在席上他宣布喜讯 将与同门师姐梅雪诗再度合作 演出乐剧《牡丹亭惊梦》 日内便会公布优先订票 及公开发售详情 一众粉丝都为他和梅雪诗 送上了祝福及打气 他们拿着一个印有他和梅雪诗的新型纸牌 整齐的分两批 与作为寿星的陈宝珠 唱声事歌送上祝福 主办单位也特意制作了一个牡丹花生日蛋糕 还送上了一幅 他们在《牡丹亭惊梦》中的造型相片 作为生日礼物 现场更是由粉丝兴奋地大叫 祝场场爆满 后来陈宝珠和梅雪诗 在接受有线星级会客室访问 宣传他们和演的剧目 《牡丹亭惊梦》时 调诗将会加场 更是自曝需要报病上阵 陈宝珠说 有几碗不停地咳嗽 一直咳到天亮 第二天又要去演出 说到最近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 因为服药没有休息好 整个人感觉很虚 而梅雪睡在那次的演出途中 也是身体不适 但是拥有五十多年舞台 演出经验的她 却无碍地坚持出场 说乐剧界规定无论生什么病都要出场 这并非不神道而是专业 我这次病了又弄伤了脚 每天都会先去做物理治疗 然后再回来演戏 二十场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只要有戏编程 她还表示 希望师父白雪仙会对他们加以指点 而他们也是第一次合作 牡丹田青梦这个剧目 要花多些时间去排戏接练功 对此陈宝珠表示 他们虽然是合作新剧目 但大家都很有默契 这次他们会慢工出戏活 每场戏的细节也会小心研究 只为给大家献上最好的演出效果 此外梅雪师也透露 他们在排练的时候 她比较懒惰 很少运动 但陈宝珠十分勤快 一直有保持运动 十分的健康 海胜维每周要有五天练功时间 是不能偷懒 为了配合陈宝珠 她也要加倍努力 也因为这么多年来的合作 她和陈宝珠的关系十分要好 除此之外 同门长大的龙健生 与她的关系也是亲属姐妹 她形容与龙健生 多年都真诚相待 从小到大 双方不会互送生日礼物 彼此间也没有什么秘密 后来有主持人问她 陈宝珠已经结婚了 有儿子杨天晶和媳妇吴文山 经常围着她很幸福 你不会羡慕吗 她微微一笑说 时至今日 我已经下架给乐剧了 我无怨无悔 我最开心的就是站在舞台上表演 即便身体不适 但是只要能演出 我就会很高兴 这时陈宝珠挑感到 每次表演结束 她都会很失落 然后又说 不过还有庆功宴 但庆功宴没了 就彻底没了 会真的失落 主持人还提到 她当初有两年没唱戏的事 是为什么 她回应道 那时候饰演 《再是红梅记》之后 我很喜欢演戏 本来是很渴望在外面闯到 但又不知道师父会怎么想 所以很多事情 做得没有那么自由 情绪开始跌落 就不太想唱戏 神声仿佛失去了动力 整天在家里照顾妈妈 我从正式开始唱戏以来 从来没有停止过 即便晚上有演出 早上也会去师父那里练戏 但是那两年 真的是半句都没有唱 后面确实也因为 这段功疮期影响了很多 感觉蛮对不起观众 和当时的主办方 这么多年的唱戏生涯中 真正能让我感到有信心的 就是每天都是真唱戏 我很感谢师父对我的教导 能够让我一直 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地 唱下去 但那两年 这个强大的支撑 也被自我搞垮了 所以还是非常自责 在旁的陈宝珠都是安慰他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过最终这场表演 还是深受观众们的好评 他们之间的配合 也是十分默契感神 但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 美雪诗渐渐减少了 在大众面前出现的次数 深居减出 很少公开露面 本来2020年 他准备和陈宝珠 再次合作演出 可惜因为疫情的原因 再加上又有媒体传出 陈宝珠身体欠佳的消息 最终演出未能成事 正所谓岁月不饶人 如今已经迈出 茂迭之年的美雪诗 不时都会传出 健康欠佳的消息 让不少戏迷都担心 他的身体状况 而且前段时间 他还经历了一场大病 大家都十分关心 他的境况如何 不久前有媒体再次传来了 美雪诗身体不适的消息 称他连月来多次出入医院 原因是左膝感染了一种 极为罕见的恶菌 虽然一直都在积极配合 检查及治疗 但无奈时隔一年有多了 医生至今都省省无法查出 到底他所感染的是何种吸菌 更别说对症下药了 另外还有知情人士透露 他的左膝其实是旧患 众所周知 乐剧演员难免要练功 而美雪诗自小 在习武时就曾经伤及左膝 但当年条件差 再加上自我保护的意识也不强 所以受伤后 没有及时治疗及妥善处理 最终落下了旧患 如今年纪大了 伤患一开始作怪了 他在受访时透露 从去年9月开始 他便发现左膝出现红肿的症状 但初时意味为异 直到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 甚至一度不能正常走路 他才急忙入院求医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得知 左膝感染罕见的细菌 导致发炎及水肿 医生建议他要即刻宿院 做手术治疗 可惜手术也并未能改善病情 他术后的情况变得更加差了 甚至还一度不能够进食 整个人一下子就瘦了足足30磅 可医生也束手无策 实在让人心痛 医生表示 他所感染的这种细菌 恶性程度很高 但一般不会出现的膝盖部位 所以也想不明白 他是如何感染到的 之后医生开始对症下药 对他进行了一连串的治疗 本来就做过一次手术的他 在医院留医三个月期间 又做了两次微创手术 尽管只是小手术 但足以让他元气大伤 由于药物的副作用 他的皮肤变得很暗沉 一度脱发严重 这让非常爱美的他难过不已 忍不住流泪 完全不敢照镜子 而网友们看到他的照片也惊呼 岁月不少神 幸好他没有一直伤心下去 而是在心底给自己打气 告诉自己继续哭也没用 要努力闯过此关 变好了才有机会再上台表演 他直言有些人患了不治之症 想医也医不好 相比之下 他有药可医 已经很幸运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 他对上台演戏的执着 如今美雪师身体欠佳 让很多人感到担心 但是他自己却十分的开朗 或许正是他这样豁达的性格 才让他在乐剧 这条充满重重困难的道路上 能够一路顺利 很多乐剧名领已经老得老 走得走 那个属于他们的辉煌时代 似乎也在慢慢地向我们告别 但无论如何 那段美好的乐剧闪光时刻 将永远刻在剧迷们的心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